曾经在中国的洋人 享受着所有人都觉得他们高大帅气 还有双眼皮的中国梦 他们只需要随手穿播一下正能量 就能轻松走上人生巅峰 但如今的中国 是一个人与人更加平等的中国 哪怕你是洋人 现在也要平等地和中国人站在一起 上街讨心 基于如今的现状 本来作为一名中医铁杆粉丝 替大家献拔了一下时代的脉搏 那就是杨五毛时代已经结束 而属于台五毛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这个结论并不像中医一样 不用科学依据 我国大外宣预算紧缺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国际关系紧张 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已经很少有老外 会自愿来中国过苦日子 这是其一 其二 如今对于台湾的认知作战 显然才是更紧急的议题 毕竟习主席也想在2035年 坐上东车去台湾 所以光在立法院里通过法案 还远远不够 更是要对普通台湾人 尤其是年轻人 讲好中国故事 让他们开开心心 不知不觉地把家还 哦 所以本乐子无捧带 要对那些既想为台湾回归 做出贡献 又想赚大钱的潜在台五毛 做出一些指点 我们先从最近 最有争议性的一个例子开始 毕竟我MC乐最爱的 就是蹭热点 钟明轩 我知道有不少观众 还在观望 甚至严重怀疑 他究竟是不是我们自己人 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好同志 我也要用我的方式 去告诉这些年轻人 告诉所有人 如果你没有实际到访过一个地方 没有实际到访过一个国家 那你就绝对没有批评他的资格 有很多人说 啊这个地方好可怕 千万不要去 很多新疆集中营 在教训你 很多西藏的人好可怜 被政治迫害好可怜 然后你问他 你怎么这么了解 你上次去中国是什么时候 他就透过拍影片让大家知道 对中国是长怎样 他们这里的空气里面有一种臭味 你一味你就知道 那个不是一个干净的味道 他怎么敢吐槽我们首都的特色社会主义空气 relax guys 大家要知道 钟明轩第一次去中国时 他的大部分观众 都不是应食教育体制下 培养出来的人况 面对这样的观众 我们必须要有地方使 意思就是 要在赞美中 混入一定比例的使 时不时使一下 那些大家已经知道 并且不在乎的方面 比如说空气质量 这样 我们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回击 反贼最喜欢说的 没有批评 只赞美毫无意义 随着赖清的正式入职 我们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为我们统一所用的人才 尤其是那种对自己的观点非常有自信 同时又不具备任何专业视角的人才 千万不要透过媒体 不要透过报章杂志来去认识一个国家 如果你要真实地认识一个国家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直接进入民间 说得太好了 这段话引起了我本来深深的思考 最近这几年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线来到美国 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中国不是全世界最安全最强大的国家吗 为什么会有中国人拖家带口 背景离乡 甚至冒险请墨西哥贩毒集团帮忙肉身翻墙 也要来到水深火热的美国 是因为他们受够了疫情时被锁在家中 还有被捅菊花吗 还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后 仍然要经历被锁在家中捅菊花的可能 不 这都不是 是他们拥有和钟明轩一样的批判思考精神 他们想要亲自验证美国的水深火热 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入美国民间亲自体验 谁说中国人不会批判思考呢 当然了 这群中国人亲自体验后 也都会得出跟官媒同样的结论 那就是USA Waterdeep Firehub 因此钟明轩的这段表述应该再加一句 那就是 幸好中国的媒体其实是宣传机构 所以还是可信的哦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你的确需要真实的去到某个地方 才能真正理解它的一部分 比如说 我只有亲自到了台湾 跟台湾当地人交了朋友 才意识到 中国人和台湾人的确在某一些方面 有一些小不同的 比如说 中国人在国外会让自己的孩子随地大小便 但是台湾人呢 不仅不会这样 他们还会把所有的垃圾全部都带走 显然是中国的方式更自由 更贴近自然 而台湾人则是迫切地想要讨好外国人 不 崇洋没外是 for losers unless they're telling you how awesome China is 在我心目中 中国全世界上第一名 我给你们一会儿一会儿 本人在去中国之前 是没有办法在公厕拉屎的 觉得太尴尬 直到去了中国农村 那些蹲厕都没有隔墙 每一次去拉屎 身边都会有一个已经蹲了半个小学的中国大叔 叼着眼顿在我旁边的坑位一边拉屎一边抽眼地问我 美国女生的屁股真的像电影里边一样大吗 比电影里的还大 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我MC勒走进去拉不出屎的公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中国解放了我 and my sphincter 让我不管去什么公厕拉屎都可以不忘初心 we got a bit of a problem here 我相信你不管是反贼还是战狼 看到这个片段都不会太开心 因为首先 we don't need your 油 all right 洗就洗已经够拼了好吗 统一早就已经在立法院开始了 没有看过那个视频的观众可以点击这里去了解一下 其二 只有我这个人的小帐篷被他这个毫无激情的态度说软了吗 Come on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于这些潜在台五毛持有悲观态度的原因 他们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不知道这个北京出租车司机 每天在抖音摄取的无数高质量爱国内容有多么侧击 小台湾娘你快回家 别逼妈妈事情假发呀 无论你在外面怎么闹 早晚回到妈妈怀抱 真希望台湾同胞可以早点回家 别人爱你们的父母等太久 收复台湾时我一地均欢 谁敢插手台湾 一定叫他有来无回 这才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一句话 So 钟明轩 还有那些未来潜在的台五毛们 光有天真和无知是远远不够的 很多时候甚至会起反作用 就比如对 六四的回应神经百战的五毛们都知道 面对像六四 这样的话题千万不要直接回应 而是应该用对中国的赞美 来淹没中国的弯路史 But I think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can learn from this young padawan 钟明轩 毕竟他向我展示了一招 非常管用的辩论方式 外貌攻击 钟明轩 他与既然这世纪谈话的过程中 反应都比较慢一些 你的眼睛是很酷 而且你会有很多颜色 这就不能够遮瑕膏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尬证你如何抗议 颜色的阻碍 和调整你的眼睛 Damn Well played 这样旁观者就不会再去执着于六四 而是跟着钟明轩一起化身皮肤科医生 诊断反华 将如何影响你的皮肤状态 但是既然提到了外形 It's time we finally discuss the flamboyant lipstick wearing fingernails painted elephant in the room Lady Call me super lady Lady This is tough 因为我个人当然不介意 你这样的风格和打扮 甚至我有时候也喜欢娘炮一点 但是我们习主席 还是一个非常保守传统的男人 觉得男人都应该拥有像他一样 弯弓射大雕的气质 所以万一你在中国录视频的时候 有一位警察大叔看到你的穿着打扮 想不明白 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存在 如此敢于蔑视习主席树离的榜样 而做自己的人 当警察不得不想这样干涉你视频拍摄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你赶快留走 那男人穿着裙子真的跟我长走 你见到你 是真的吗 赶快走 不难过你穿着裙子 赶快走 你知不知道 我认识这可能会是很难的 但是这工作是需要参加败 你觉得这工作是很容易的 你觉得这工作是容易胜利 他有几百万粉丝的他 身了一个犹太人 面临着中国网上无处不在的反右言论和阴谋论 难道不会受到影响吗 Of course But he remains silent on the subject Staying positive And even when he's finally alone And feels like crying You know how he deals with the pain Simply whipping out a big stack of R&B To wipe away those tears baby Truly a top tier shill 周明轩 I suggest you try the same method Because 虽然你我都知道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事实是 在某一些方面的确分割 比如对于同性恋的看法 在中国的教科书里边 同性恋还被定义为心理障碍 虽然我自己的很多中国朋友 尤其是年轻人都对同性恋表示支持 但是党的态度 永远大于民间喜好 所以千万不要留任何 让你有可能翻车的空间 You want to know my opinion? 我的建议是 既然是由习主席带领下的中共 提出整肃娱乐圈娘炮风气一事 那显然 是想要我们向习主席看齐 从此要把白logo的衣服 都换成中山装 开始吃更多的包子 并且杜绝去健身房 像一个洋人一样锻炼身体 只能练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体操 由DJ DROP BABY 进来运动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